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分析师Nio元 在AI大火的加成下 英伟达的H100芯片成为了时下流星的GPU 其风头一度盖过了英伟达一直以来的主要产品 GeForce GPU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独立显卡 那这波浪潮中火热的不仅仅只有产品 还有其公司的股价 英伟达的股价在今年可谓是如坐过山车一般的飙升 那么近三个月的变化为64.3% 近52周的变化为159.84% 那么遥想在去年科技股受重创 在其股价在1月10月份一度跌至了124美元 仅仅半年多的时间 现在股价已经飙升至了430美金每股 在ChatGBT出现的时候 笔者就开始推荐英伟达的股票 那么当时分析到AI对于英伟达会有推动性作用 那么接着就评估了其良好的财报 对股价的一系列估值 加上对英伟达产品那种信仰 那么还有就是对老黄作为领导者的肯定 于是英伟达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在科技元年的爆发下爆发式的增长 并且成功让市值突破了一万亿 目前英伟达主要的产品是GPU GPU是面向于游戏玩家的GeForce 面向于设计师的Quadra 面向于AI数据科学和大数据研究人员的Tesla和DGX 以及面向基于云视觉计算用户的GRID 别看现在有那么多的产品 其实在AMD和英伟达两强争霸时期 最多的竞争还是游戏的显卡 那么目前来说 英伟达真正意义上的倾身者 只剩下了AMD一家了 那英伟达也算吧 那么目前两强争霸的一个局势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两强争霸的局势 已经持续了近20年了 但是在90年代 情况那可是复杂得多 当年可谓是五代时光的时期 英伟达ATX Technology 那这个就是AMD的前身 那么还有3DFX Interactive Metrox S3 Graphic SIS 等等这些 都是随便拉出来一个 都是非常能打的存在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 90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这些显卡厂商 如雨后春笋般突然冒了出来 那么我们就回到90年代 看一看 当年真刀真枪的战斗吧 这场大战的主要载体是什么 不是特效制作 不是建模 没错 就是游戏 在80年代 涌现出了很多2D像素风的游戏 比如坦克大战 超级马里奥 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啊 那么到了90年代 因为技术的进步 观念的进步 游戏做的有意思 不仅仅只是绝对的标准了 还需要好看 那么画面的效果 也成为了吸引人的关键 于是一系列的3D游戏 就在此开始出现 然而在1993年 一款3D游戏改变了这个世界 那就是鼎鼎大名的Doom Doom的音乐 画面一流 再加上其超快的节奏 爽快的玩法 迅速成为了所有电脑玩家的新宠 也成为了3D游戏的领导者 然而这还不算完 之后由约翰卡马克和约翰卡梅罗领导的 Ad Software 在1996年更是创造了Quick这个游戏 并且改变了这个游戏行业 其中包括团队 Zoom模式的加入 创造了第一批电竞 也催生出我们熟悉的WASD游戏建卫 Quick的引擎在之后数年里被广泛 运用在其他游戏的开发 包括半条命 还有使命召唤 军堂要塞等等系列 Quick的出现也就造成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游戏太超前了 很多硬件已经有些跟不上了 CPU的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 只有当年顶级CPU 例如奔腾系列才可以跑动 但是价格实在是太高昂了 再加上CPU面对复杂场景的算力 实在是难以满足 于是催生出了第一代显卡 放在当年叫做图形加速卡 那么谁也没想到 当年只是用来分担CPU苦工的显卡 时至今日已经担起了PC单的重任 那么在1996年的时候 历史级别里程碑产品出现了 3DFX的巫毒加速卡 它当时超越对手 无论是价格还是性能 都低于高端的CPU 并且在强势期市场的占有率 来到了85% 和今天的英伟达可谓是十分的相似 那么3DFX也成为了 当时显卡公司的龙头企业 在1997年 孤独2的出现也成为了3DFX最成功的产品 并且支持SLI 当然了售价也不便宜 在如此BUFF的加成之下 3DFX理应一路披荆斩棘成为爸爸级别的企业 但是如今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这家公司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么在下一期我们将会聊一聊 3DFX是如何失败的 英伟达又是如何成功上位的 对于我们目前分析的企业 投资逻辑 中特别是基本面分析 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 我们下一期将会讲述英伟达的崛起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